大家好 本小节开始 我们来带领大家用优异物制作 顺利漫游 在学习本套教程之前 需要大家有以下知识储备 首先要会使用任意一款三维建模软件 如3D Max C4D Blender SketchUp等 其次要掌握虚幻引擎的基础知识 否则的话请先学习我们上一套合集 优异物入门教程 最后呢就是一点CED的基础 至少要会在里面画出墙体的结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套教程会教大家什么东西 本套教程的资料来源于B站UP组Garden Lee的微誉作品 它是一套已经制作好的漫游视频 我们从里面截取了三张图片 然后将其还原 我们将演示如何通过3D Max建模 并导入到优异物中 然后在优异物中完成材质 灯光渲染 最终合成影片的完整流程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在3D Max中创建墙体时 与Vray或者CR渲染器渲染时的建模思路稍有不同 我们将通过FBX文件的形式 将3D Max的模型导入到优异物中 并在优异物中进行后续的工作 操作相对繁琐 我们的目的是巩固优异基础 因此希望大家能多一些耐心 优异官方为我们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 Date Smith工作流 这种方式能为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 数小时甚至数天 我们会在本套课程的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Date Smith工作流 好这个是我已经事先做好的项目 给大家浏览一下 为了节省时间 我没有在场景中放置装饰品 所有的模型都是通过FBX文件导入进来 材质也都是通过简单的方式调制的 保证大家一学就会 这个墙体结构是根据原作品估出来的 大家也不要担心 我会带领大家去制作这么一个平面图 然后演示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建出这些模型 我用的是3D Max 如果大家用其他的建模软件也是可以的 大家只要按照我的建模思路来建 就没有问题 好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成片 下一小节我们教大家制作护心图